这是二十四节气中 唯一一个用颜色来命名的节气 白是万色之本 这是收获满满又诗意浪漫的节气 我为一人在水亦方 文化学者餐桌上的节气仪式 咱们一桌尝遍天下味 酒店名厨采风带回的应计好菜 产生了一些灵感 回来的时候做到这道菜 白露节气餐桌好物即将送上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 白露呢其实已经在立秋之后了 所以说我今天特别喝我前几年收的白露石节采的秋茶 我觉得时时刻刻在提醒我白露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我特别想知道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白露意味着什么 是一行白露上今天那个白露吗 我觉得白露是一个凉爽的节气 白露是那种植物上有水的节气 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 白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凉 昼夜温差拉大 寒生露节 露珠布满了大地上的植物 古人以四十配五行 秋属金金色白 故以白形容秋露 白露由此得名 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白露这个节气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首先它不像大鼠那么酷鼠难耐 它也不会像大汗的时候那样的动天动地 我觉得也在提醒我们做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大家伙必须得吃得好一点 所以今天带大家伙吃好喝好的 有我的好朋友崔大元老师 还有马月大厨 主持人好 两位今天特别客气 来我们家做客的还带着石盒来的 大伙还记得吗 崔老师上回古语来的时候带了传家宝和乐床子 哇 这是个什么 这是什么呀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现在版的和乐床子 我明白了 今天带的是一个石盒 您带这个石盒来我特别想看一看 那现在不能了 白露这个石盒来 咱们吃啥呀 咱先别说吃啥 白露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气 为什么 二十四节气里头 唯有白露是拿色彩定义的 咱们说生活有滋有味 有香有色 十色生香 孔子说会是厚素 所以白是万色之本 那我这张打开看一看是什么 这里头藏着五颜六色 关键在于一个藏字 秋天是藏的季节 崔老师藏得够深的 那这样我们先看看 马大厨这石盒里面藏的是什么 马大厨带的石盒 这关键词是 为什么把白露和浪漫 结合在一起 你先听我这菜名 这菜名叫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 用这个手啊 尖加苍苍 白露为双 所谓依人在水一方 以鲁鱼为白露时节的一个主要的食材 为什么选它呢 因为它肥美啊 这个季节一般情况下 这鲁鱼是十二月份到三月份产暖 到秋天的时候是最肥的时候了 那您今天拿这个食材做什么菜呢 今天咱们拿这个鲁鱼跟杏仁搭配做一道菜 咱们浪漫浪漫 怎么拿杏仁跟鲁鱼搭配了 这个鱼是软嫩的 杏仁是酥脆的 所以它们搭配是完美的结合 那咱们开始做起来好不好 做这个鱼有一小小门 第一点是快 刀一定要快 这样骗起来的鱼咱们就不会伤害否了 第二点一定要干 就是要把鱼身上的水分跟粘液擦掉 第三点一定要稳 摁住了鱼 这样你骗起来的时候它不打滑 又快又干又稳 咱们用这个除药用纸 先把这个鱼擦一下 这是为了干 对 把它身上的水粘液都擦掉 就是咱们可以开始出这个鱼了 先一刀扳倒 切下来 咱们对鱼有什么要求没有 到秋天时候最肥 咱们尽量选择1.5斤左右的鱼 顺着它的那个骨头的根部 对 来去它 对 待会咱们可以把这个鱼骨 鱼头最后的时候可以煮汤 一鱼两吃 咱们还要把皮取掉 因为鱼它还是比较腥这个鱼皮 咱们想让它更嫩一点 鱼皮还是稍微有一点嚼劲 就用这鱼的精华 在两三公分的地方切一刀 一定不能切断 然后咱们攥着这个鱼尾 刀往前推 手往后顿 就感觉就那层鱼皮底的银色还在 但是鱼皮没有了 而且是半透明的 我请教一下咱们马大猪 这鱼皮能不能做到菜 鱼皮可以把它烫了以后 切成丝 拌鱼皮丝 两半 你看 一鱼三吃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鱼片给骗了 咱们按住 刚才快 刚才都看到了 接下来要看的是稳 稳 对 这个鱼片咱们大概切五到六毫米左右 你看 就那个刀刃是看得见的 你看 稍微一拿下来就OK了 好半透明状的 接下来咱们拿冰水给它浸泡一下 这是您特别交代要为您准备的 为什么要用冰水混合物 冰水混合物让鱼肉更紧实一点 到时候吃的虽然是软嫩的 但它也有脆爽的感觉 把刚才切的葱姜放里头 我来一点盐 这个盐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到时候咱们腌完鱼片之后 直接就裹粉裹蛋了 完了来一点胡椒粉 来一点糖 您帮我倒点水 谢谢 完了把刚才泡的那个鱼拿过来 放到这个水里头 因为炸鱼的时候这个不容易有的味道 咱们把它拿葱姜水泡一下 就会让它更有滋有味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自然变化 我们人体已经能感觉到了 没错 过去说群鸟养羞 什么意思 就是到了白鹿这个节气 这鸟都开始准备冬天用的食物了 而且它这个鸟开始燕南飞燕南飞 你看我今天特意带了一个小样 是吧 代表燕南飞 对 咱们每个人今天 代表了桂花 也是代表了秋天 所以说白鹿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也是您说的 我们要开始准备一些东西 过冬的一个节气了 没错 您看马大厨给白鹿的定义是浪漫 因为他就是一个浪漫的人 你看看这个照片都您拍的 对 这个是我去福建采风的时候 在白鹿季节的时候 看见的这只鸭子 当时突然之间想到的时候 福建有姜牧鸭 在这个季节吃鸭子是最好的了 它是温补 秋天了够肥美 这个是东北的本西 是我九月中旬的时候去的 之后我在那吃了羊汤 感觉非常的舒服 一下就暖到心里头了 非常的滋补滋润 一南一北 你看都是白鹿 气候不同 美食不同 这张就是我去上海的时候 九月份的时候去 因为它们的河鲜非常的鲜美 所以在它那的时候产生了一些灵感 完了回来的时候做了这道菜 白鹿这个节气 到了清晨的时候 所有的植被上头挂了一层雪白的霜 看起来呢 也是让你感觉到一片苍白那种感觉 所以呢 跟白鹿有关的诗词特别的多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咱们是不是得浪漫浪漫 咱们也来点白鹿诗会怎么样 那得您先来啊 我记得有一个诗诗这么说 他说秋鹿白如玉 团团下亭绿 八月白鹿酱 湖中水芳老 鹿从鸡叶白 月氏故相鸣 真棒 好 那咱们这个鱼也腌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个鱼片啊 钻干 那咱们先来制作这个鱼片 先把这个鱼片啊 蘸上这个淀粉 再蘸上这个鸡蛋 裹上蛋液以后呢 咱们再放在这个庆仁片上的 一会儿呢 咱们炸完了 它就酥脆了 如果你要不信的话呢 咱们炸几个不蘸青仁片的 四五成油温就可以了 是吧 这道菜我觉得 关键吃的是一个齿感 什么叫齿感呢 牙咬着去 对 刷啦刷啦 炸这过程中呢 你可以翻它一下 这样让它颜色呢 比较均匀 炸个一两分钟 其实就熟了 你看啊 它少了这个黄金甲之后 它就是一个鱼片 对 这个就感觉就是有一些仪式感了 对 咱们呢 需要复炸一下 这复炸的油温呢 稍微高一点 6到7成左右 这个复炸啊 就是为了让它第二次增加它的脆度 这样呢 颜色又金黄色了 脆度也上来了 正好外头是脆的 里头是嫩的 基本上复炸的时候 咱们炸10秒左右就够了 一看起大炮了 就是油温也够了 咱们就可以捞出来了 装盘 咱们现在可以装盘了 这装盘也不是随便装的 您看为什么选了一个黑盘子呀 在中华文化里黑 就代表水 糖粉呢 这就代表着白露 是不是撒上了一层 漂亮的白霜 那咱们就尝菜了 咱们吃吧 还有那个酱没拿过来呢 这个酱吗 对 这是馅儿酱 馅儿酱 就是用咱们秋天这馅儿做的 对 其实特别简单 咱们把馅儿打碎了 完了以后里面加上冰糖 加上水 舀 最后出锅的时候 加点桂花 加点桂花 外表是酥脆 里面真的是软嫩的 这个口感叫营牙激烈 对 你这个牙齿碰触最外层的一个杏仁 觉得是酥的 然后一层一层向里头破壁 觉得是嫩的 最后呢 觉得是鲜的 我们再尝尝这个呗 比较一下 尝一下 没有杏仁这个 这个呢 非常的软嫩 所以说你加上杏仁之后 芳香走串 你要不加杏仁呢 倒是也蛮好吃的 是吧 但是没有比较就不知道高低 比完之后觉得还是加的杏仁好 对 白鹿石节鲁鱼最肥美 切片的鱼肉用冰水浸泡过后再腌制一下 咱们沾上淀粉 鸡蛋液 杏仁片 如果炸至金黄捞出即可 我给您画个重点 鱼片用冰水浸泡过后 肉质更紧实 软嫩脆爽 口感更好 更佳 我接下来特别好奇 崔老师 您的那个食盒里面究竟是什么 咱们看一看 哇 白鹿的时候是收获对吧 没错 来 咱们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食材 这些都是什么 这不就这个时候的食令吗 那你看都是些什么 这个 红薯 这个 枣 这个 梨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你确定是谁 咱们就吃它就行 这个现在不能让你吃 等一会儿我再让你知道其中的奥秘 行 那咱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是 这更是收获的甘露 一坛米酒 米酒 白鹿这个季节 南方北方都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收获让我们觉得幸福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什么呢 白鹿五福羹 有五种幸福在里头 第一 作为北方人 首先离不开一棵梨 到了秋天的时候 人们都觉得比较干燥 吃一棵饱含水分的烟梨 或者是雪花梨 让人们觉得太爽了 这就叫润 第二个 枣 过去在老北京四科院里头 那是一景儿 所以你看鲁迅先生说 我家的后园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还是枣树 这都是名句 所以咱们今天的白鹿五福羹 离不开咱们北方的大红枣 这个我得跟大家分享 核桃也是咱们白鹿前后 收获的一种干果 这个核桃果它怎么打开 这是有技巧的 您怎么打开 开了 一般人像韩非老师似的 邦邦一敲 烂了 我小时候不这么干 用门夹 太聪明了 是吗 搁到门轴那儿 嘎一挤 我把那荷叶夹坏过 我被这车挨过打 所以最后还是咋吧 是吧 反正总之 咱们这五福白鹿羹里头 得有核桃仁 再有 这个东西叫什么 桂圆 没错 我小时候只认识桂圆 直到后来工作以后 我到了南方 他们给我拿出来 另外一种水果 这叫龙眼 龙眼你看看着又小又黄 但是它好吃 这龙眼它扒开了以后 它真像一个龙的眼睛一样 你看这里头 你看有一颗眼球 晶莹剔透 真像龙眼一样 是吧 在南方 个大的叫龙眼 中等的叫胡眼 小个的叫狗眼 然后它经过锤炼以后 就变成了桂圆 它代表着一南一北 两种味道 所以说我觉得这五福 其实就是一个字 吃就是福 没错 白鹿五福庚 首先那有龙眼 桂圆 大枣 还有核桃 关键是这个 要是梨 崔老师是有个绝技的 削梨皮不断 又不能断 同时还得均匀 然后另外还必须得 让它特别特别的薄 我们看一看 太厉害了 我觉得您可以来我这了 我们现在呢 这个五福就准备好了 待会儿啊 咱们弄三桌 咱们搁仨 一人一桌 我给您加水 关键是什么呢 那个搁米酒 加了米酒之后 就让它没那么寡味了 三勺米酒 我给您看看 看看 咱们应该啊 蒸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呢 就可以了 崔老师呢特别好 就在这一钟当中 把南方北方 这个时候的 收获的食材 全部放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 收获的意义 就在这一钟里面 咱们一钟 常遍天下位 咱们也看一看 现在天南地北 我们正在收获什么 我们看看我们饭团 跟我发来的视频 白鹿是收获的时节 各地的饮食风俗 各不相同 将这一带会用糯米 高粱的五骨 酿成的白鹿米酒代客 在南京有喝白鹿茶的习惯 而浙江的有些地区 会在白鹿这天采集十样白 为五骨白毛鸡滋补身体 白鹿前后 福建两广地区 龙眼进入到收获的季节 福建地区流传着 白鹿吃龙眼 一颗顶之鸡的说法 每到白鹿时节 当地都会吃龙眼滋补身体 此时在北京蜜云 新鲜翠绿的青皮核桃 也已经挂满了树枝 大家好 我是北京市蜜云区的饭团 张美杰 白鹿时节 正是核桃丰收采摘的时候 今天刚好摘一些 带到节目组 给大家尝一尝 看到各地丰收的视频 我也跟着大家一起高兴 咱们锅里的这个怎么样了 我觉得是没问题了 来 咱们打开 打开 你看 白鹿五佛庚做好了 咱们还要撒一点金黄的桂花 代表着这个季节 独特的芳香 来吧 咱们尝菜了 来 这是您的 谢谢 谢谢崔老师 您这个器皿也特别的讲究 带着福字了 真的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 要喝的那个稠酒 关键是喝下去之后 心里头暖暖的 崔老师 您还是去我那儿 做这个白鹿节气的菜吧 今天这个菜做得太棒了 是吧 咱们今天不光是喝这一碗 白鹿五佛庚 我还给大家带来了 收获季节特有的丰收成果 是什么呢 请上来 我正好奇 就是说您一直藏着 他不告诉我 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不就是枣吗 不就是梨吗 您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梨 来 这个就送给您了 您尝一尝 这个吗 咬一口 甭客气 给大家形容形容 什么味道 我就没吃过这么面的梨 是吧 这个样子也太逼真了吧 这是咱们马大厨的绝技 你看看 这个类似于吃蛋糕点心的味道跟口感 然后里面是带馅的 您这个肯定是真的土豆 这个绝对不可能是面做的 真是土豆吗 这是一个豆包吗 用心灵手巧 形容您一点不为过 风收的白鹿时节 心灵手巧的马大厨 以面坐行 以行传情 共和风收之喜 我觉得这样的收获不光是真真正正来自于大自然的收获 也是我们心灵的收获 是吧 白鹿节气是昼夜温差最大的秋季节气 夏日残留的暑气逐渐消失 天地的阴气上升扩散 天气渐渐转凉 此时的饮食有哪些需要注意事项呢 白鹿秋风夜 一夜凉一夜 白鹿时节的白天温度适中 晚上温度下降快 昼夜温差大 北方天气又特别干燥 饮食上尤其需要肉应补充水分充足润造的食物 多吃一些水果蔬菜 南方有些地区有食用湿白汤的酵素 比如说白山药 百合 白芙苓 还有白银耳 这些白色的食材能够去湿 润造 适合这个时节使用 明白了 刚才老师告诉我们说 这时候得吃白 但是白的很难做白 往往白的做车就变黑了变黄了 这也太对了 饭店炒的百合 莲藕 泥炒的百合 莲藕 那马大厨来吧 您今儿都来了 咱们就把这个白的食材给它做白 同时还得入味 咱们今天就用白山药和白莲藕 还有一个白百合 咱们做一道菜 叫做 山水 祭白 山药代表山 莲藕代表水 都是白颜色的 山水祭白 咱们马大厨切的这藕 你看是脆的 这藕它有两种 一种是七孔藕 七孔藕是面的 咱北方的藕是九孔的 九孔藕是脆的 你像这脆藕 它嫩的时候生着吃的 咱们把藕跟这山药 切到四毫米左右的厚度 你要是太薄了的话 它就没有口感了 也就不脆了 加这么多的水 这个不多 焯菜一定要水宽 您做的水少了 咱们这么多种菜 放里头水温一下下降了 菜就不绿了 也不脆了 它会被闷熟的 明白 咱们要马上用热水 把它的水分锁住 这焯出来的菜又脆又绿 咱们需要加点盐跟油 保鲜增绿 我看您在这排序呢 对 您这排大小个还是 当然是焯的顺序了 焯的时候有顺序 这有什么顺序 就放进去焯熟了就行了 这就是第二个小窍门 依次放入 因为有的菜需要煮的时间长点 有的菜需要煮的时间短点 木耳跟白骨一定要多煮一会儿 水开锅了 咱们可以下锅了 这个百合啊 咱们不用焯 最容易热水一烫就行了 好 那最后放 对 好了 就可以出锅了 看出这么漂亮 颜色非常的漂亮 另外它的爽脆度 也通过过凉得到保障 咱们现在勾一个碗芡 这样能让大家炒的速度更快一点 找到碗芡 它颜色都是透亮的 透明的 不影响它白 咱们尽量使用圆底的锅 这个锅呢它聚能 就能解决家里活小的问题了 咱们现在呢下入料油 这是用什么做的呀 这个咱们一会儿再揭秘吧 因为需要一个筷子 现在呢咱们下入菜 完了炒八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完了紧在这下入咱们刚才调好的 水淀粉馅 均匀地撒得上的话一定要 这会儿不能关火 再炒八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所以我出锅的时候再撩一点味油 所以这菜基本上也就是几十秒钟时间就出锅了 对 现在白了吧 太漂亮了 精盈踢头 所以说咱们的料油是什么 这个料油啊其实在家里呢就切点姜片 炸成淡淡的黄色 完了再下滚刀切的大葱的葱白 把葱白炸成金黄色 所以我拍两边蒜 把蒜放到里头 葱姜蒜 变色的时候 咱们把火一关就可以把油控出来了 是吧 这就是咱们的料油了 我觉得脆肯定是油了 但是会不会入味呢 咱们来尝一尝啊 够脆了吗 刷刷作响 这个真的用刷刷作响来形容 对 因为它那个鲜味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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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解决了白 解决了黄 完了你吃起来有酥有味吗 有啊 有酥有味 所以大家记住这道菜 山水祭拜 秋高气躁 食蔬小炒不能少 将食蔬按顺序依次焯水后 放入圆底锅中 咱们加入料油 大火快速翻炒 调味出锅即可 给您画个重点啊 要想炒的颜色鲜亮 焯水的时候 咱们在锅中放点底油 我在家呀 就最发出扒这山药皮 每次一扒山药皮 这手可养 对 戴手套呗 戴手套也不管用 我不知道咱们把那个厨有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手养 咱们把手擦干了 然后咱们用白醋擦一擦 或者是姜擦一擦也可以 还有一个办法 忍着 对 你忍忍过一会儿 它确实就不痒了 对 您脑没说脑脑 对 好